数次在平复我的心情 因为看到凯开这个新法型真的超帅 是为了这个剧中的角色去简短的吗 可不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 你在这个剧中饰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呀 好的没问题 我在我上一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 消防系统的一个火调员 消防科的火调员 那么它是一个让 它有个斯罗根叫 为了不让灰 为了不让废墟 为了寻找废墟之下的真相 为了不让灰烬 就是掩埋真相 对的 就是天天在那个火灾后的现场 天哪 那拍摄的环境应该是蛮艰苦的 全是烧过的 哇那真的是蛮艰苦的 就是也是蛮期待 因为拍摄过程当中应该很辛苦吧 是而且尤其是我们又在海南 那么天气就会爆热 对 紫来前也很巧 是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在现场有很多 汗啊灰啊那种纤维啊 就是 是的 其实我真的也很期待 因为今年光今年啊 就已经看到凯凯像 陈寒季啊 星光啊 其实我都每一部每一集都有追 谢谢 然后到后面的话 我们也都很期待 因为这是比较新鲜的题材嘛 对 那在演绎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挑战 跟我们的粉丝朋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 当然因为它有涉及到很多 专业的术语 以及我们一些办案的手法 还有调查的一些 嗯 步骤 步骤 对 然后呢会 我们有请到专业的 真正的火调员 嗯 因为火调员在全国范围内的人数 是特别少的 嗯 是非常的精英 那么我们就会跟这些老师啊 以及前辈他们学习 比如说一句话该怎么说会 嗯 就你们的口语是怎么去表达一个案件 对 而我们应该去怎么去纠正 是的 所以就是呃电视剧啊 艺术啊 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是的 就是这样子的 就学习了更多以后呃 从演员的角度 从真实的角度会更加真实一些 没错 嗯 然后其实在这部剧来说的话 呃我们也非常的欣赏凯凯 非常的佩服凯凯 因为真的一路以来都在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突破自己 也是能够希望你能够一直专严所爱 能够全力以赴 那品牌呢和Alasome 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的 谢谢 虽然刚刚呢就是也说过在海南嘛 嗯 紫外线特别的强 嗯 但我发现就是近距离看 我觉得你几乎没有上妆 就皮肤状态很好 嗯 这个是怎么样去保护的 是带了我们的 当然是用了 以及就算在棚里 就是没有太阳晒的时候 也会有那个大灯 对对对对 那个灯其实是比紫外线还要再强的 对是的 就直照着脸去拍 嗯 对 那么会对我们的皮肤 尤其是脸部会造成很多的一些 嗯敏感啊 或者说不适应 或者说有点不舒服 嗯 那么首先干是一点了 就是会脱腿 让肌肤 对然后我就会用 我们的小蓝瓶保持精华 对 对 那么如果是就是不舒服啊 或者说哪里红了 或者说长一些小 有包包啊 对小包包小点点的 对 那么我就会用S修护精华 去厚涂某一个地方 啊是 这个是很有很有效果的 是的 因为像包括你刚刚说的蔚蓝精华也好 还是我们这瓶就是S精华 是的 这两瓶精华其实在一起以后 真的会发现 它们的效果会很double 对 就会很超出你的一个 越小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其实不愧是代言人 真的是好会搭配使用 你肯定平常是用的 还是不少的 因为我几乎是 已经用了是超级超级多瓶了 超多瓶了 对 大概有多少瓶 大概有个七八九瓶了吧 哦 那可以 因为我每天洗完脸也用 开工也用 不开工也用 是的 那其实像凯凯的话 接下来有计划 冬季去热带的城市 或者说在国外啊 其他地方的地方旅行的朋友们的话 其实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建议 对不对 因为像比较好的一些 搭配的一些护肤品 你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 很晒 然后皮肤很缺水暗沉 就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 蔚蓝精华 对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做好你的 深层保湿以后 可以舒适那种不适感 就可以能够更好的 那个K氧 包括减少的一些暗沉 如果说你肌肤真的是 像刚才凯凯说 难免会有点包包啊 这个时候就是S精华 一定是上场了 是的 它是能够从根源 能够修护到我们的肌肤 包括能够建立更好的一个 自身的一个修护力 是的 这样说是不是更加 更更更更加 就是凯凯说的更加准确一些 我会觉得用到它以后 整个肌肤的状态 它会给你答案的 没错 没错 对 是的 那所以在平常工作当中的话 你也是最近这两天经常飞吗 对 因为以前都是大包小包 然后经常飞的时候 就会带着这些 那么我发现现在会有 那个新的旅行套装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方便 因为我现在的那个洗漱包里 对 装的还都是 大的 大致的 对 但现在有了以后 你会发现就很方便 对 非常方便 而且又就更轻易一些 就很适合旅行 对对的 不管是你们短期旅行 还是说像我们凯凯 如果说进剧组的话 嗯 也就很适合了 对不对 走到哪 带到哪 走到哪 带到哪 就特别喜欢 是的 所以这两款的这个功效 它精华的话 真的很好用 你像很多镜头前的 我们的小伙伴 我们的凯凯的粉丝们 阿拉索们 那现在的话就是 呃 想让凯凯能够 把这个精华现场的 要不试用一下吧 当然 大家来安利一下 好不好 好的 甚至有一些 你在用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小tips 也可以跟大家来安利一下 好 嗯 那我先展示一下 OK 嗯 然后打开了 嗯 打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那个手啊 嗯 经过上部戏的曝晒 比较粗糙 没有耶 还是还是保持得很好 对 好 涂一点到手上 嗯 惯性挤得比较多 就一看就是平常经常用 它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 很轻致的 嗯 那么吸收会很快 对 吸收很快 而且它颜值也很好看 就是蓝色的 然后非常的通透 然后我觉得会 是的 舒服 看起来 对对对 它这个颜色 不是添加了任何色素啊 它这个颜色是实打实的产品 它里边的一个孔雀石的颜色 就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成分的配方 那你用下来以后觉得怎么样 延展性超好 是不是 就是很清爽 其实 嗯 我不知道就是 其他人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护肤理念 就是我觉得男生他是不会喜欢那个很复杂 而且 对 什么油 精华 面霜 眼霜 而且很厚很闷的 他不太喜欢 对 会喜欢比较简洁方便 但是又使用会清爽一些 清爽方便 哎 能不能给镜头展示一下 就几秒钟时间 你看已经完全吸收了 对不对 对的 就几秒钟时间已经完全吸收了 好棒 是的 对 吸收的感觉是真的是很棒的 所以说 嗯 你会发现说 因为我们在自己用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 我呢 也会像 像卡开说的 他把它当做一个打底精华 嗯 就比如说我化妆前 可能有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懒嘛 可能水都不用了 然后就把这个精华涂到脸上 它的那个保湿效果很强大 对 那你平常的话 也是这样吗 有时候洗完脸 然后直接这样涂上 我都是直接用它代替过爽肤水 代替爽肤水呢 后面呢 就是面霜啊 这些还会用吗 洗完脸擦完脸 然后就先用保湿 然后再用S修护 嗯 其实有时候还会先用那个冻干粉 哦 对 可以耶 其实聊到了一些别的啊 怪不得皮肤状态这么的好 真的 这个冻干粉非常好用 很好用是不是 非常好用 因为卡开一直都是 真的有被你种草到 他他卡开真的是用过以后 上次也是嘛 也真的是问过卡开 他真的是用过以后 才会真心诚意的 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去推荐的 是的 对的 因为深层的一个保湿的话 其实这个产品 它是其中一个 是它其中一个的强项 你比如说像 呃 这个成分里面 它会帮助舒缓肌肤 包括强大一个K氧的一个功效 减少一些暗沉呢 包括肌肤 比如说这个地方泛黄 这个地方不均匀的这种效果 对 还有就是大家千万 不要把它只当做一个保湿精华来使用 就是这就太大才小用了 就他今天可以什么 因为今天的单品的一个机制 也非常的诱人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属于这个买证 送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还有非常漂亮的一个保温杯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帅 凯开 谢谢 谢谢 所以你不一样的发型也很帅 我们今天很难得买证送证 包括这个保温杯 也是凯开 也是希望我们 他们 阿拉斯我们也是在冬天 秋冬天多喝点水 对对对 没错 是的 是的 包括还有我们的限定 以及我们的面膜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赠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产品的神奇的地方 凯开能不能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谢谢